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本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介绍的内容是模式对象 什么是模式,其实在上次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当我们创建一个用户的时候 就会创建属于用户的一个模式 所以一般来说模式Schema是跟用户对应起来的 记住,每创建一个用户就会创建属于这个用户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一个空间 只不过呢,这个空间是专属于这个用户所有 那么模式对象又是什么呢? 模式对象就是指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式空间中存在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表 试图 索引 序列 存储过程 函数 同义词 等等 好,我们就以表为例 为什么说表是模式对象呢? 好,因为当我们创建表的时候 一定是创建在某个用户的模式空间之中 比方说哈 我看一下 我用上次课创建的CINDY用户登录哈 ETA 网络服务名也叫CINDY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在这里创建一张表 不过呢,这个表有可能创建不成功哈 啊,权限不足 没错 那这项 赶紧赴权限 Grant,DBA,Resource,还有这个Connect,To,CINDY 这都上次课的内容了 接下来我再用CINDY用户登录 好,这个时候呢 我再去创建一张表 表已经创建 这个时候哈 实际上我是先用CINDY用户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实际上就进入到了CINDY用户的模式空间 那在这个里面 我创建的表A实际上呢 是属于CINDY用户的 那如果说 我现在用的是 System用户哈 密码是Manager OK,用它登录 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再去查询A表 它会报此图不存在 因为现在我是用SYS用户登录的是SYS的模式空间 那当然SYS是超级用户 我也可以访问 属于CINDY的A表 但是如果要访问CINDY用户表的时候 请注意一定要在表之前加上CINDY点 用户名点A OK,当然它会查询出来哈 因为只是说没有任何记录 才会出现一个未选定行 我们可以用DSC命令 看一下 CINDY用户的A表的表结构 一个列AID 好的 这个就是Oracle的模式对象 请注意 模式跟用户息息相关 创建一个用户 就创建属于这个用户的模式空间 那么我们用这个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所创建的表啊 视图索引 序列 存储过程 函数 同一词等等 都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用户模式 如果我们换一个用户 去访问其他用户的表 或者是视图等等 就必须加上其他用户名 点表明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有权限 有权限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访问其他用户的模式对象 访问这种用户名打点表明 很明显的就体现了 Oracle的这些表啊 视图啊 所以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用户模式的 好的 这个就是Oracle模式对象的一个 大概的解释 因为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这种表啊 视图啊 所以呢 这种学习 所以的话呢 这里只是一个概念的引入 接下来的话呢 从下次课开始 我们就会详细的介绍 Oracle的各种模式对象 当然 首先从表开始学习 好的 那本次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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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